好,那我們先來做一個供好 然後一樣請大家簽到喔 好,那我們來供好 請大家到你的窗開時裡面寫完你的供好 好,那今天一樣會跟上次一樣會有一個腳腳筆記 所以請各位要記得腳腳你的上傳你的筆記 然後腳腳筆記的目的就是希望讓你能夠比較系統化的把這個筆記的內容能夠記下來 然後如果記下來之後對你的而言就是會把這些東西技能的部分還有一些重點的部分把它記下來 所以有教我就是給100分,沒有所謂的分數的上下 那我也希望你能夠做好你自己的筆記,那未來應用的時候都能夠應用到這樣 好,那今天我們如果有時間我們會先把上次的中介講完之後講調節 那這兩個是最基本的技巧 那有了這兩個技巧大概碩士論文大概就可以完成了 那後面當然有,你如果要做得更好一點 那你就還有需要就是所謂的性效度分析 那性度之前我們有做過了,性度還記得的人給我一個3,好不好? 忘記性度怎麼做的給我一個4 這應該是相對容易的喔 性度分析 好,有,我有錄麥克風了 性度分析知道怎麼做的請給我一個3 那不知道的給我一個4 因為這個很重要喔,性度跟我們等一下要做的因素探索性的因素分析 就是效度分析,它都是有所謂的變數跟構面還有提向這三個的概念 那這個就很重要 所以在這裡如果前面沒有跟上 你後面你就會相對比較辛苦一點點 那所以也希望各位都能夠把這個基礎能夠慢慢的建構起來 就是一開始我們講到的這個類別性變數 那連續性變數之後就會有所謂的變數的概念 那變數的概念就會有好幾題去測一個變數 所以這幾題就是會測成變成一個構面 那這個構面呢就會變成一個變數 舉例就是我對於學校的滿意度 我對於學校滿意度可能有包含了薪資滿意、環境滿意、課程滿意 那這是三個構面 那這三個構面呢,底下在薪資滿意裡面我會分成底薪我滿不滿意 加幾我滿不滿意、終點費我滿不滿意、加班費我滿不滿意 這是屬於題象 以上有關於題象、構面、變數 你很了解的給我一個5 那不了解的給我一個6 這個很重要 因為有了這個我們才有辦法到下一階段去做所謂的多變量的分析 了解的給我一個5 那還有疑問的給我一個6 沒有回應出來 OK 那都了解 那我們就會開始來看一下各位的功好 所以筆記要上傳 那我們今天有這個閱讀文章 我們兩週都會看 那因為我今天才上傳上去而已 所以請你去下載下來 那這篇文章就是我們今天要分析的這個數據 那這個也是刊登在台灣運動管理學報的一篇文章 那這篇文章其實我們上次已經有看過了 之前已經有看過了 就是海洋體驗對護理人員的調適 那我們在做這個比較平均數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用過這篇文章 那今天我們會用這篇文章的後續的這個分析跟數據 來看它的調節效果 那這篇研究裡面的架構其實是沒有講調節的 這篇研究講的比較簡單 就是講的是中介因子 就是中介分析 那上禮拜的中介你還記得了給我一個7 好不好 你如果不太了解中介的給我一個8 中介了解的給我一個7 不太了解的給我一個8 好中介大家都知道了 好,SOBEAL檢定 上次我們有講最後一段落講SOBEAL檢定 SOBEAL檢定你覺得你大概知道怎麼做SOBEAL檢定 跟SOBEAL檢定概念給我一個9 那不知道來給我一個0 那這裡面就是體驗學習 然後對工作調適 然後透過它的 中介 那待會我們會把這一個同樣的內容 來做 好,知道檢定但不知道概念 好,那SOBEAL檢定就是檢定前後的這兩個關係 它是不是有差異 好,這個等一下我們會再來複習一次 然後這個我們等一下會來 這個同樣的數據我們來做調節 那這個研究是還沒有做的 那就是之後看要怎麼做分析這樣子 好,那這個是這禮拜要做的文 這兩個禮拜要看的文章 那我希望你都能夠把它更了解 看完之後 讓它知道說 這研究是 到底是怎麼去運作的這樣 好的,然後接下來我們要來進入共好的部分 好,今天是0509 好,還沒寫共好的 記得上去寫一下共好 好,那我們從 所以下面師姐,來,請 好,就是昨天有吃到文章節的海鮮大餐 然後有嘗試做烤布雷 第一次雖然有點失敗 但是後來換個配方就好多了 然後還有試者把那個過程用手機剪出來 把我成就感的 好的,為了要更具體 等一下可以把那影片傳到我們群組裡面 大家就會知道他在分享的東西是什麼 剪了一支影片 錯,等一下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來,宜德 那對,海鮮大餐很棒 好久沒有吃那麼豐盛的東西了 那烤布雷 我常常會在手機看到那個 偶依都在自己DIY做這些東西 那昨天自己嘗試第一次做 才發現 其實好像需要的技巧蠻多的 然後有去大其餘港 然後,哦,阿摩斯終於下載完成了 好,太好了 OK,好,來,姓村 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有點小聲 還可以嗎? 還好嗎? 現在,現在有點快死掉了 然後早安知道自己快篩養 然後謝謝師母的說 還有大家的海鮮餐 好,OK,好 等一下那個 聖宏可以 因為那個幸村快篩養 還沒有得到確診通知 但是應該是 就是確診了 沒問題這樣子 對 等一下 等聖宏再來幫忙 分享一下過來人的經驗 你們拿到免死金牌 過程要怎麼辦 來,溫和 那個 就是 身邊很多人都確診 但是 我 唯一好事就是自己還在撐著 然後就是 我之前一直想說 老師到底這共好到底是 它有什麼用意 我後來昨天看了一本書 吸引力把刺 我說每天 想一些好的事情 它就會吸引更多好的事 那大家每天都要好好過日子 以上分享 好,OK 那共好其實 很重要 對我來講很重要 就是第一個 它是一個讓同學能夠進入到這個 課程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歷程 那再來就是 讓每一個學習能夠變得比較正面一點 因為 因為你如果覺得它有用 這個東西就很有用 如果你覺得 老師講今天的東西好像只是為了應付作業 那它就沒有辦法去吸收學習 所以 共好其實是有完整的良好的這個學習心態 其他的都不是問題 不是說我們要做完什麼KPI 而是同學真的有沒有帶走什麼才是關鍵 然後老爹 老爹 在嗎 老爹 有聽到嗎 有聽到 有沒有什麼要共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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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出去 好 你 好 那個 我 那個 誰 那個 快篩陽 沒有,你先共好一下你的 再來給人家指導 對不對 先談你的好事 你出關了嗎 出關了 是出關了 我的好事是說 我心中所有對疫情 我最初還是會談的是疫情 可是對心中疫情的擔憂 然後一直終於的事情終於明朗化了 譬如說有人終於提到 是 有關你確診了 能不能對症效這件事 終於有 比較大部分人去談論這件事情 這我終於覺得是比較好的事 因為我們 身邊人會知道 你有沒有對症加藥很重要 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可是沒有人再提出來 你現在都是 你現在說 自己家炸戶其實都是將就的 那 第一件事就是明朗化了 其他又不多談 結果這件事明朗化 然後我覺得 這件事是 對 社會上有 是有很大的幫助 這是有關思想跟 讓他去認真去考慮 真的不是隨便吃藥就可以了 我第一好的出關了 但是還是有後遺症 可是這以後的後遺症 它會是什麼 我不知道 我現在 現在我跟雅珍兩個 我們光是兩個遇到 就是說 你會 其實你都好 好像好囉 好像真的好 可是你會咳嗽 你沒有辦法 你就是會咳嗽 他很討厭 然後 這是好事 好事是這件事 這是我之前 擔憂的 那有沒有給幸村建議一下 他昨天出現症狀 昨天早上出現症狀 有症狀 很重要一定要對症下藥 但是你萬一真的沒有辦法對症下藥 那個長根健保 那個在你確診時間 吃那個新冠一號 那算是保養 怎麼吃呢 幸村你要下載那個長 你在長根有沒有看長根有沒有病例 你如果長根有病例去下載長根的 醫治 我等一下 我幫他整理一下 下載長根的 的APP 長根醫治同的APP 下載之後他有視訊看診 就是專門為 為中藥那個 為中醫這個 你就也不能出來 你要他的流程是 你視訊看完診 掛完號 看完診之後 然後請人去拿藥 你就能夠拿到那個那個 清冠一號 但是我先跟你講 他除了長根之外 還有診所的 但通常我會拿長根的 因為他 你如果又可以有自營商的話 你會因為這樣才 拿到勞保的錢 但診所可能就沒辦法開 開那個 可能沒辦法開證明 但是 我今天早上有括號 連長根 我那時候的時候 還可以拿到清冠一號 但是今天已經都沒有了 缺貨了 我那時候比較早的時候 診所是已經都沒貨 沒藥了 然後到今天 新冠一號的藥 也真的都沒了 那有可能要再等兩三天吧 但 信聰你要保重就是 當然是沒有辦法的話 就是大家是 目前大家就是將就 我必須強調是將就 大家都將就了持藥 那是將就持藥 不是對症下藥 那這件事希望 能夠趕快解決 他好像還蠻難的 而且還蠻難的 所以已經 在政府現在已經開放說 政治說 在開放都要拿藥了 但實際上現在確診的人是 幾十萬人 但開放 能夠拿到藥的只有幾千份 可能一兩千份而已 所以那個落差是極大的 但是對症下藥一定很重要 新冠多保重 就喝了開水 休息 真的要休息多睡覺 不要操身體 就這樣 所以你指的清冠一號 就是對症下藥 清冠只是算保養 不算對症下藥 他對症下藥還是那個 那有個P字頭 那一個就是 瑞德好像哪一個 瑞德西韋 那一查 對瑞德西韋 那才是對症下藥 但是瑞德西韋 我們根本拿不到 包括新春也不可能吃到 他不可能吃到 除非說他中暈 或是成了嬰兒 他變成中症 他才有可能去 要不然你 你就這樣去提診之後 像以我來講 我的經驗 我先說我經驗 我搞了好幾天 然後終於衛生所 願意幫我送到醫院 有機會住院 可是那時候對我來講 已經不需要 我已經隔離五天後 六天後 身體能控制 我就不需要住院 我也不想去住院 如果第一天我可能會 你那時候症狀有很嚴重嗎 症狀有沒有很嚴重 我必須這樣講 這個社會越來越虛假 因為虛假狀態之下 有時候你在 面對這樣特別狀況之下 通常我會應用 我們自己的那個經驗 我們知道怎麼弄 就也是這樣跟他講 他就直接安排 他說根本不用教醫 因為就是我會直接幫你安排 所以幸虛你如果沒有衛生 有只有衛生所的公用電話的話 我這邊會有內線電話給他 公用電話你可能打不通 可是內線電話一定會有人接 另外一次電話就對了 對對對 接另外一次電話 那總是比較好啦 嘿嘿嘿 總之現在得到就是 如果真的得到就是 除了壓症狀 而言之將就啦 我們知道最好還是要吃原本的藥 原本就是真正那個藥 真的是這樣子 OK 那那他解隔離是要病毒量下降嗎 還是時間到他就解隔離 基本上你如果說解隔離 他現在來講好像確診七天嘛 幸虛現在也在吃藥嗎 一定要吃喔 就是說 如果都沒有也只能將就的吃喔 只能將就的吃 我告訴你他不是真正的藥 他不是真正對這個病症的藥 但是你還是得吃 那有些像 我就非常建議你就是說 像你這樣的狀況 今天應該休息 你應該在家裡 你現在睡覺會比 你睡覺會比現在 還要認證上課來講 或對長久來講 會才是對你最有用的 睡覺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你必須休息跟睡覺 因為你已經不是最真 已經吃的不是那個藥 你真的要休息 讓自己休息兩小時三小時都好 不要讓身體再撐 好 所以今天很重要的是 幸村來聽你前輩給他指導一下 過來的人經驗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那最主要的還是 這個 中標很多人都會中 等他遇到的真的是很慌 因為你哪裡電話都打不通 然後哪裡都沒有辦法尋求到協助 連快賽試技都沒有 昨天 幸村是後來家家送了快賽試技去 才知道自己是陽性 或者他自己的快賽都用完了 驗完也是陰性 可是就很明顯的症狀 對 所以他後來也去做了PCR 目前還沒有出來 應該等一下就會接到電話了 還沒有接到電話 他好像六七點才會出來 幸村有去做PCR嗎 有啊我昨天有去 然後醫院有給我一些 對 就是 可能咳嗽的藥延緩用的 對啊 對 其實講 但是 病毒沒有特效藥 病毒只能靠自身 沒有 有 那瑞德那個真的有用 起碼避免 真的我們得過了真的有差 但是我們吃不到 對 那沒辦法 但你要吃清冠一號 也只有你現在這個階段 你這個階段才能夠去看拿得到藥 像我今天想要 我已經 確診第一二二天我就拿到 然後今天我想說在哪 為什麼要在哪 因為我要在哪 想說 給我朋友或給誰可以用 問題是 人家很聰明的啦 他說你如果 你只有確診期間隔離期間 才能夠拿得到新冠一號 你如果已經過了是沒有辦法拿 對 沒關係我等一下會把那個APP 還有那些資訊 我丟給你 你去下載 然後要去看 先掛號 先掛號 上完之後他有要到 你再請人去拿 好 知道 資訊資訊也很簡單 好 好 謝謝 我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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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以體育老師的立場 就是 確診處要多休息 多運動 我說運動不是那種激烈運動 就是 我在教氣功 你可以 待會我會傳一些影片在群組 你可以 看了一下 練一下 那個就是甩手 平常的甩手而已 那希望對你有幫助 兼換症狀的幫助 對對對 我忽略掉 對 問何這個事 也要運動 讓自己有精神 嗯 OK 好 青春就好好的保重 就是前三天應該最痛苦 看一下 大家都說前三天 就是最辛苦 喉嚨最痛 然後 最累這樣 後面就應該四五天之後 就開始慢慢的好了 好 應該是第四五天就開始慢慢恢復了 嗯 大概會到五六天喔 當然是每個人狀況不一樣啦 每個人不一樣 但是都是希望大家能夠完全的恢復 但是這個真的不是四個字清正照護 這樣這麼簡單 嗯 你真的要靠自己 對 然後做氣功 對啊 氣功很有用 嗯 好 好啦 謝謝啊 那 幸春你就可以看狀況啦 你如果要休息 就是躺著 要幫我們聽成音樂這樣子 該睡覺就睡覺 這沒問題 我們會有錄影 那你到時候 再回來看錄影影片也可以這樣 好 謝謝今天大家的分享喔 我們主要是 這個很重要的經驗談 這個這個非常重要 好的 那我們要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 課程的內容 那今天的課程內容 其實延續著上次的這個PPT 所以 所以上次的PPT 請大家打開 前一次的這個回歸的PPT喔 好 來看一下 看一下 好 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上一次我們會把 上一次的內容 我們再做一個簡單的複習喔 那因為 中介跟調節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第三變數的概念 那這個第三變數呢 就是我們講的直接關係 直接關係就是兩個變數之間的關係 它會受到第三個變數的影響 好 那所以這個第三變數的影響就是最大的關鍵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呃 這個是 回歸的概念 好 那 y等於ax加b 好 那 這個回歸的概念喔 這是 我們一直在重複喔 y才是我們最關注的一個變數 好 這個是 y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變數 那 ax就是我們的 解率 那b呢 就是我們的殘差 所以這兩個的關係 y等於ax加b 這個概念已經很了解 你可以寫出這個方程式的給我一個1 那寫不出來的給我一個0 好吧 y等於ax加b 所以我們關注的是x跟y之間的關係喔 了解的給我一個1 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們一直在談這個概念 你要建構這個概念 你才有辦法到下一個 所以 呃 這個不關數學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個概念邏輯而已 就是 呃 我們的這個變數 滿意度會影響到我的成績 學習滿意會影響成績 病毒量會影響到我身體的狀況 所以病毒量跟身體的狀況 是一個邪律的關係 可是會因為每一個人的不同啊 我病毒量多 我的身體狀況會不好 但是這是你的狀況 我的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 當我們講說病毒量CT值多少的時候 你會產生什麼樣的症狀 CT值什麼樣的症狀 這是一個 所謂的 會有一定的邪律關係 可是會有偏誤 這個V就是所謂的偏誤 好 那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回歸 在分析裡面用回歸 然後線性 那我們丟兩個關係 一個就是預測變數 也叫一變數 所以這個又叫做一變數 又叫做預測變數 又叫做效標變數 這三個是一樣的喔 效標變數 一變數 跟預測變數 講的都是我們的結果變數 這個都是我們的結果 我們關注的那個點 那製變數的部分又叫獨立變數 就叫independent variable 所以又叫IV 叫做製變數 然後又叫做獨立變數 然後 那這個呢 主要就是我們 能夠去看到它的 對另外一個影響 所以 這個才是我們能改變的部分喔 所以你在做研究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就說 我要研究性別對 對成績的影響 那 你沒辦法改變性別啊 所以 更關鍵的是 我們要去找到這個IV 這個製變數 才是我們可以改變的 例如說 像文和的研究 打太極拳會跟你的 新冠肺炎的症狀會影響 透過氣功養生 你的新冠肺炎的 副作用會影響 那這時候我們在關注的是 那我 我找到這個結果 那我才能夠去改變所謂的 你要去做 所謂的氣功養生 這件 這件事情 好 這個概念 跟這些名詞 了解了給我的耳 那不太了解 給我個3 給我個3 有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才能夠往下走 因為 接下來的東西 其實都很關鍵 好 那這個Anova Table 現在看得懂這個Anova Table 給我個4 看不懂的給我個5 好 這裡有一個回歸就是平方核 然後呢 這個殘差 那這兩個加起來就是這個總數 然後這個是自由度 這邊除以這個就是平均平方核 這個除以這個就是它 兩個相處就是F值 F值 對 呃 對表就是 我們的顯著性 所以我Anova Table 我們要看的就是說 整體模式 它有沒有達到所謂的A跟B X跟Y的預測變數 它有達到整體模式的一個影響 了解這個概念的給我個5 那不了解的給我個6 好吧 這個Anova Table 所以我們在做回歸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看整體模式有沒有顯著 好 了解的給我個5 不了解的給我個6 好 這個也很重要喔 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要直接講 我們會 會再 跟你說明一下 因為你要建構這個基礎 你才會了解 好 那 接下來 我們就看到關鍵的就是 整體模式有 那我們就來看它的 直接的係數 因為整體模式這個有考慮到 很多個不同的變數 它可能有兩到三個 因為它是多元回歸嘛 你也有考慮到殘差的部分 也有考慮到結局的部分 那如果排除掉結局 我們就單純來看 這個就是 位標準化係數 X是1.117 所以它的斜率是1.117 那它的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完之後 它就變成0到1 所以它跟它的關係是96.2% 0.962 好 那這個是改變一個X 就會增加1.117個Y 然後它的結局是負的0.336 366 所以等於是X等於0的時候 它的Y就等於0.366 好 那顯著呢 在結局上是沒有顯著 所以我們就發現X這邊有顯著 所以你看到的 一看到係數你就很敏感 你就看到後面的這個顯著性 有顯著再來彈 沒顯著就不用彈了 好 那T值1.96 2.58 3.54 1.96等於0.05 2.58等於0.01 3.54等於0.001 好 比上這個係數表 了解的給我個7 那不了解的給我個8 好 這個對各位來講都很重要的一個基本概念 因為你要有這個基本概念 你才會往下到下一個去去談這個所謂的第三變數的調節 甚至到我們後面講的這個Armos跟HLM 你有這個基本概念 你就會知道原來兩者關係 它不是單純的所謂的只有一個邪律關係而已 它還有包含的結局包含的殘差 那我們要推論的都是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邪律是什麼 好 那這個是貢獻性的問題 我們到時候會用One Factor 等一下我們在做這個EFA的時候就會講One Factor 好 這個就是Y等於1.9 G就是1.9 X等於0的時候就等於1.9 然後它的這個是它的B值 B值是負的0.1個X 所以X增加1 它就會減少0.1 好 這個是它的這個邪律 所以圖你到時候你心中叫有這個概念圖 就是說 這個就是每一個人的實際狀況 而這個是我們推估出來的回歸性 回歸線 那這個回歸線一定會有誤差 那不可能全部人都在上面 所以這個就是誤差 可是我們算出來的是 在所有線裡面的最小 最小的誤差項 那就是我們算出來的這個平均數 的這個回歸系數 好這個圖 可以了解的給我一個8 好不好 不了解的給我一個9 好 那回歸 然後再來就是兩個 好這個是控制變相 控制變數 知道控制變數的給我一個9 那不知道控制變數的給我一個0 好我們會先把控制變數放在第一層 然後把1變數放在這邊 那控制變數知道的給我一個9 不知道的給我一個0 什麼是控制變數 好控制變數知道了 就是這個變數是我們 它會影響 但不是我們要考慮的 所以上次有講貢獻化那個圖 我們要把那個部分把它拿掉 好那它的影響的部分拿掉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 我們單純影響 那控制變數的概念跟中介的概念 是一模一樣 好就是我們把中介變數拿掉的意思 控制變數就是我們中介的變數 可是控制變數就是我們不關心控制變數 但中介變數是我們只關心中介變數 好這兩個就是一模一樣的分析法 但是只是關注的是不一樣 好所以你很常遇到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前面在講推論很多 可是在分析的時候 我們就會分析很多的什麼運動習慣 然後分析性別分析年紀 這一些分析都是在探討說 這一些可能會影響的意思 我們把它排除掉 所以很多人都說 所以我們本來是推估數位遊戲學習 跟它的什麼孔水意識 或者是說它的學習效果是有影響的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 性別對它有影響 那我們好像得到很大的發現 不是 這個有顯著其實是不好的 那有顯著你必須把它排除掉 沒顯著 那就是說這個東西是不影響我們的研究結果 所以我們就不用去考慮它 對 那這個才是好結果 就像你說你打太極拳 會影響到你的這個新冠肺炎的這個後遺症 那我中間會有一個中介因素 中介因素就是你的運動習慣 那你的運動習慣可能會影響它 就是你本來的運動習慣或者是你的BMI值 好 那我們就發現說 BMI會大大影響到這兩個之間的副作用 那這個東西其實不是 如果你是要去探討BMI對這個的影響 那這個是好事 我們就發現說 BMI是關鍵影響因子 如果BMI高的人呢 你即便做了運動 他可能效果是有限 那BMI低的人呢 他做的效果就很明顯這樣子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講BMI這個東西 可是如果 如果它不是你關注的 你關注的是 有沒有打太極拳會對它的影響 結果你發現BMI才是關鍵因素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一個干擾效果 干擾效果就不是我們要的 也就是說你做出來的東西 基本上是假的 以上我剛剛所談的這個了解的給我意義 不了解的給我零零 就是干擾效果指的是 我們沒有要研究它 但是它會影響到我們之間的關係 對 那這個關係你就必須要去統計處理它 那你如果不處理它的話 它就會產生對我們研究產生的影響 OK 好 那我們會勾就是 這個就是預測值 好就是我們的係數 那這個我們一般設95% 那共變局證 你就是你看要不要勾 這個其實是相關係數的概念 然後我們會有模式配置度 模式配置度就是我們的這個F檢定 就是那個AROVA的檢定 然後R square change 就是R平方改變量 那你要勾蓄性統計勾出來 你可以知道 那這個是貢獻性的診斷 這個是貢獻性的診斷 那這邊Duby Watson這個是殘差的一個估計 那有一些呢 他會把這個殘差 有三個標準差以外的 我就會把它排除掉 就是如果它是很落差很大的 那這個就是有一些人 他基本上是不是在這個裡面的 我們勾了這個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超級基靈值的部分把它拿掉這樣 好 那所以你看 模式配置度 我們這邊就有 就是整體的 回歸R square 就是解釋變異量 那R square change要兩個以上 就是看減掉第一個模式 因為我們這只有一個模式 那這個ANOVA的table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整體模式是有顯著的 那接下來我們去看它的個別 好 控制變數就是性別 它是沒有影響的 那品牌認知 它是2.77 微激化化係數 那微激化係數是0.597 達到顯著 所以我們的結果就可以預測這樣 好 這個圖你看得懂的給我個22 那不懂的給我個00 這個圖看得懂的就是 跑出來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到時候你在分析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跑這個結果而已 好 那這個我們上次都有試過了 那最後我們再來回顧一下終界 就是Baron Kenny那一篇文章 各位 我有畫一些重點 這篇文章對各位來講 基本上你還是會引用它 所以到時候在寫文章的時候 你還是要引用它的概念 那Baron Kenny他有三個條件 一就是 智變數影響終界變數 就是 IV影響MV MV就是 Mediation Mediation 就是終界 V就是Variable Mediation Variable IV影響MV 那IV跟 MV 這全部都要 都要寫住 那IV跟MV 會影響 DV DV 就是Dependent Variable 那IV就是 Independent Variable 就是我們的獨立變數 那 第三個條件 所以它這三個都要寫住 它的狀況是這樣 可是你會發現很多研究 它其實不關心 到底IV跟MV有沒有影響 或MV對 MV對DV有沒有影響 很多研究沒有寫住 這兩個關係是沒有寫住 但是它還是去放進去 那這個在Baron Kenny裡面是 不成立的 對 但是 其實這並不是關鍵的 我們關鍵的是這個 所謂的 至變數跟異變數的關係 會不會在置入中介變數之後 變成 不寫住 或是甚至有 呃 會有改變 那這才是我們關注 所以第三個才是大部分能去關注的點 所以Soubert也是減定這個而已 他不減定前面兩個 好 那如果是本來沒寫住變成寫住 叫做完全中介 那如果是 呃 本來有寫住 那還是有寫住 那就是要部分中介 好 那你如果主效果沒寫住 那就不用談了 就是IV跟DV 如果還沒有控制之前就不寫住 那就完全沒有中介效果 因為 你即便不寫住 然後效果減少 那在 在這裡面他也不算是寫住 好 所以這是 XY跟M 這是第三變數 就是MV 這是DV 這是IV 好 所以 在這三個關係裡面就是 嗯 Baron Kenny說 這裡要成立 這裡要成立 那加入這個之後 這個效果就不成立 這是 就是 嗯 中介的概念 了解中介概念給我一個33 那不了解的給我一個00 好 所以有些人他只關注這一條 就不去關注這一個了 好 這個 這個概念就很重要 因為 你可以知道的是說 當我今天控制住之後 它的效果就消失了 好 或者是效果就減少了 所以中介是保證一定有 好 所以各位做研究的時候 中介就一定有 好 那只是效果怎麼樣而已 那 所以在做的關鍵裡面就是要先做IV對MV IV對DV 好 那這裡你看少一個就是MV對DV 好 這 像這裡我就沒有做MV對DV 那只有這個 好 這個第三步驟MV對DV 那這個 這個狀況你也可以用 啊 所以基本上他其實是做這個 那它的回歸式其實你如果可以看得到就是 呃 IV對MV 好 這個已經寫錯了 這個應該是MV等於V1的V0加上V1的IV加1 因為它E變數是MV嘛 那這個是DV 這是沒問題 好 那這一個就是 如果加進來的話 就是DV等於結局加上IV 然後再加上MV 然後加上E 那這個就是控制住之後 好 以上的這一頁 這一頁看得懂得 給我一個44 好不好 這一頁有問題的給我一個55 好 所以這樣第一個就是寫錯了 這回歸式就寫錯了 看得懂得給我44 那不懂得給我55 好不好 這一頁有哪一個地方你看不懂的 如果了解的 如果不懂你就先舉手好不好 舉手那懂得給我一個44 好 1是殘差沒錯 1就是剛剛我們看到那個點裡面的差別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回歸式嘛 所以你現在就要很了解這個回歸式 1是殘差 叫做Epsilon 或者叫Arrow 好 十解44 那有問題的 你可以直接開麥克風或舉手都可以 就這個是很基本的概念 你 因為 mediator 指的就是中介變數 mediate 就是指的是中介 ter 就是指中介變數 所以mediation 就是中介效果 好 Test 檢測的步驟 那這有三個步驟 好 那我們用的是Enter的 method 就是叫 輸入強迫輸入 那這個是 它的情況必須是有四個狀況 就是 IV 沒辦法去印測 DV 如果控制Enter之後 好 文和了解嗎 以德 了解嗎 這個 這個狀況 可以嗎 大概了解 不過可能要 要 老是有配合圖型 可以看嗎 有 其實就是這個圖 這個嗎 那Enter OK OK 那這樣看 好 就是文字的描述 我們到時候其實在寫文章的時候 都是用文字描述 你不會用圖去講這些東西 所以 所以研究領域就是 基本上是同領域的人 他要看得懂 那 那所以你在描述這些內容的時候 你要用比較 比較清楚的話語去寫 那所以 學術領域其實大半都是 都是這個概念 好 那 完全中介就是C跟C' Prom 他的顯著變沒顯著 這是完全中介 那部分中介就是 他有顯著 他還是有顯著 可是效果改變 這是部分中介 所以 了解完全中介的 給我個55 那不了解的 給我個00 好吧 完全中介跟部分中介 這叫Perfect Mediation 跟Partial Mediation 了解的給我個55 不了解的給我個66 好 那 師姐 以得了解嗎 完全中介跟部分中介 好 那 Fall Mediation 就是我們關心的就是 A跟B 那這是中介變數 比較關鍵的是C跟C' 就是C就是 沒有控制他 我們直接把這兩個放進來分析 那這時候其實他有很多的中介因子在裡面 那我們把它控制掉 也就是說把M的這個部分 我們試驗畫的這三個圈圈的 這個部分 把M的部分把它拿掉 這裡是X 這裡是 它跟它的關係 這裡是IV 然後 然後這裡是DV 我們如果只關心他 那就是指的是這中間的 可是他其實有一個很關鍵的這個MV在這裡 那如果我們把MV拿掉之後 他這一塊就被拿掉 他只剩下的就是這個而已 那如果只剩下這個 他不會打顯著 那我們就會說 那這個就是C' 那我們就會說 那他是完全中介 因為 這兩個加起來 是C 然後這個是C' 所以完全中介就是本來有顯著 後來變沒顯著 那部分中介就是 他本來有 然後他減少了 所以整體狀況應該是 算是這樣子 如果是完全中介的話 那這個是 這個是Full Mediation 這個是完全中介 那如果是部分中介 他可能就產生這樣子 好 這個叫Partial Mediation 因為他 他留的這個量還比較大 他還是有顯著啊 然後這個只剩下一點點 他就沒顯著 好這樣子了解嗎 了解的 給我個55 好 OK 這樣子可以知道這個概念 好 那 那 最主要的就是中介效果 因為中介效果 大家一定要非常的熟悉 那 因為這個是比較簡單的概念 所以也蠻常看到的 那這裡就是 X跟Y的關係是C 那加進來一個控制變數之後 就變成C' 這個是一個C 然後變成C' 所以他有四個條件 就是 X對Y X對M X對Y X對M 好 然後再來就是M對Y 四個條件 然後再加進來之後 他就不顯著 這是Full Mediation 的論點 那大部分 全世界採用最多的論點 但是有些人就關注的是這兩個論點 就是 C跟C'的差別 這樣子 好 那 這個的寫法你可以用這樣子寫 然後也可以用這樣子寫 就是 不是 不是 是這樣子 你可以用這樣或者是這樣子 這兩個 那這一個呢 就是所謂的調節效果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他對他的影響是影響他的線 所以他不設在這上面 他設在線上 他叫做Moderator 就叫做調節效果 好 那調節效果呢 有一些人叫做干擾效果 我們剛剛講 如果 我今天講調節的意思就是說 它是一個情境狀況 好 以德跟師傑的文化衝突 會因為老師講的話 而產生不同的影響 那就是一個調節效果 所以當老師有講話的時候 你們的關係可能會有點改變 那老師沒講話可能會有改變 所以這就是調節效果 那 那這個調節呢 是我們要去關注他的 可是如果 如果我們不是要去關注他 那我們就講 天氣的冷熱會影響 那這不是我們關注的 可是他實際會影響 那他就變成干擾效果 好 那干擾呢 英文叫confounding 叫做 叫做 confounding of unding 好 confounding的意思是 他影響了我們 所以他的模式也一模一樣 那只是說 我們後來發現 他是一個干擾效果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干擾效果 排除掉 所以我們不要這個干擾效果 那調節效果就是我們要他的調節效果 那這個的概念跟 中介跟控制一樣 那我們如果關注他是中介 我們就叫他中介 如果我們不關注他 我們就叫控制變數 好 所以 中介跟控制 調節跟干擾 這四個名詞了解了 給我一個66 好吧 不懂的給我一個00 中介等同於 控制 調節等同於干擾 調節效果等於干擾效果 所以你有一些書裡面 你可以看到 他們寫的是干擾效果 所以我發現 這個變數是我們的干擾效果 那如果是干擾效果的話 你的假設模式不一樣 我們說他是一個干擾效果 所以我們要去推估 他對我們的影響 那如果是調節 我們就會知道他的方向 所以我差別是他在有沒有 有沒有方向性 所以你在做調節設定的時候 例如說 我們在講說 股票的高低 之前有一個叫做 那個叫做什麼效應 股票的高低跟 跟那個內褲效應 就是 你穿的內褲品牌 會跟股票的市場行情 所以股票的高低會有關係 當然賺越多錢 你就會花越多 所以我會發現 他的品牌內褲的銷售量 他的銷售量是多少 所以就是股市的高低 跟品牌的銷售量會有關 那這裡面就會有干擾效果 干擾效果就是 當初的景氣狀況 那你說 股票跟景氣 它是有很強的關係 或者是說 國家文化的差異 就有一些人 他就是 GDP的不同 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那如果是我們關注的這個 那我們就會說 我發現 當你的生活水準 越高的時候 你的股票的內褲效應 會越強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有方向性 就是說 GDP GDP國民生產毛額 它是正向調節 正向調節這兩個的關係 那這時候我們就有明確的調節效果 那 等於是說 越低如果它低的話 它就是負向調節 例如什麼是負向調節 例如 它的所謂的堅忍性 堅忍個性 堅忍個性 堅忍個性會 會負向調節 他們兩個之間的關係 你說這樣假設 那我們就是有方向性 叫做調節 可是如果我們是完全沒有 我不知道它到底有什麼 我就說 它會有一個狀況會影響 就是 例如說 它所在的 所居住的地方會干擾 所居住的地方會干擾 所謂的 內褲效應的效果 那我們就只要把它放進去 然後發現說 它真的有差 但我沒有去設定它的方向性 我認為它是干擾效果 所以干擾比較多 我們在寫的時候 就是不寫它的方向性 而調節 我們必須要寫出它的方向性 好 這樣了解的給我個77 不了解的給我00 就是方向性要明確 那就是我們的調節效果 就是我們透過假設去檢驗 那如果你完全不太知道 那我就說 我認為性別 這個比較常就是說 性別會影響你的學習成效 那這個就是比較屬於干擾性的 對 然後詩解說為什麼不用方向 就是說性別影響學習成效 所以像這樣的假設 其實是不好的假設 性別影響成學習成效 你要講理由 或說 因為性別不同 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那這是比較屬於干擾性的一個 一個假設推論 那其實比較 所謂的比較完整的推論 應該是說 女性會比男性高 我提出的理由 是因為女性六年級的時候比較成熟 所以他對於思考的部分 會比男性相對比 比較早進入青春期 所以女性會比男性高 那我就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去驗證我所提的論點是對的 而不是說 我認為它會有影響 好 例如我就說 現在的 我的教學 一樣的教學方式 各位的資訊素養 會影響到你在這個線上課程的學習成效 好 那影響的理由是 當你資訊素養越高的時候 你在學習上的學習成效就越高 這是我有明確的一個假設點 那 那你不能丟進去就是說 我認為它有影響 我認為資訊素養會正向調節 所謂的線上上課模式 與學習成效的關係 如果老師是用互動性的線上上課 那學生的學習成效就會比較高 那其中資訊素養比較高的人呢 他的反應力比較好 所以我們認為 當你有資訊素養 你可以回答778899的時候 而且你可以邊做邊操作的時候 你的關係就會比較強 可是相對的 你沒辦法邊做邊聽邊用的時候 你的學習成效就會相對弱很多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說 資訊素養越高的人 在這個關係的影響程度 就越高 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調節 那另外一個假設方式就是干擾 就是說我認為資訊素養會影響到我們的學習成效 但我沒有一個論述理由是 什麼樣到底是會影響或不影響 所以這時候我就沒有方向性 我的假設就是資訊素養會干擾 學習互動模式跟學習成效的關係 那這時候就叫做干擾 那早期的研究會用干擾的假設 現在的研究大部分你如果用干擾 大部分的期刊都不太會接受 因為你並沒有足夠明確的論述去講述說 它到底是什麼關係啊 你不能說打太極拳會影響 好 那人家就會問你打太極拳會影響你的身心調適 身心調適 那你說打太極拳會影響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你的假設是 我練太極拳的時間 會影響你的身心調適 所以我練越多 或者是我練越正確 或者是說 我今天練了什麼樣的太極拳 你要講清楚 到底是所謂的練太極拳指的是什麼 那你如果明確講說 我打太極拳的時間越長 我今天的身心調適就越好 所以你有習慣性的打太極拳 所以打太極拳習慣越高 我就會影響到他的身心調適 那這樣子才會有比較明確的一個假設 好 所以差異是在無根據的時候可以論述 所以 差異是在有無根據的時候可以論述 一般我們會把明確的這個假設列出來 所以你看到很多碩士論會寫 性別對他有差異 或年級對他有差異 但沒有任何理由 就是中和上述 最常寫的是中和上述 本年就提出研究假設 就是研究假設 性別影響 然後年齡影響 然後去過影響 那你就找不到任何的中和上述 上述在哪裡都沒有 那只是這個叫做 就是看誰誰誰誰 就是很多人的研究 會把前面的邏輯講完之後 然後中和上述做出結果 但是就是天下文章與大超 他只超到了這個結果 並沒有超到這個過程 所以才會造成了這個 後面越偏越多 所以為什麼在比較完整的學術期刊 或者是完整的論文裡面 老師都不允許你去參考 引用碩士論文 原因是在於碩士論文 基本上就是一錯再錯 所以你如果又從碩士論文去引用 他基本上就是錯誤的引用 那他本來就錯了 那你又引用他 那又錯 所以與其這樣你還不如回到 比較科學驗證的 也就是說碩士論文可不可科學 來跟各位講都不科學 這個都不科學 好 所以你還是要回到 比較完整的論述 就是你的假設是完整的 那你的檢驗才有辦法去證實你的假設 所以胡適講 叫做大膽的假設 那小心的求證 那這裡面就是假設的過程 你必須要有一個邏輯 那求證的過程去驗證你的邏輯 其實是對的 好 以上 這樣子了解的給我個88 那不了解的給我00 好 這個 這個研究素養就非常重要 因為 當你有這個研究素養的時候 你就會比較了解這個內容 好 那這個是 直線畫法 就是中介 可信度 知名度 那他這個就是mv 那這個就是dv 那這是iv 好 那這個是三個的這個內容 那三角畫法也可以 那三角畫法也可以 這是mv 這是dv 然後這是iv 那這個 現在看到這個圖 你應該 很敏感就可以知道這個的 給我個99 還有點疑惑的給我個00 現在就是你應該對於中介這個概念應該要很清楚 那中介的分析呢 我們之前有做過的就是第一層 先做iv對dv 那當然我沒有幾個要做 就是mv對dv也要做 因為他這個不會在這裡面 iv對dv 然後再來呢就是 好 這個 這個是iv 然後這個是dv 好 然後下一個呢 這個是mv 這個是dv 所以這是第二個回歸式 那這兩個進來之後 你看他這個是第二層 那這個是第一層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之後就變成iv加dv了 前面就是控制住了 好 我們就用這個階層回歸 這個叫做階層回歸 好 那做出來之後你就會發現第一層叫做iv對dv 對不對 那第二層呢不是mv對dv而已 是dv等於iv加上mv 好 這是兩層了 所以他就有兩個變數 所以 在整個模式第二層模式是這樣 所以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的這個r平方改變量 那第一個是10% 那r平方改變量27% 所以我們會發現mv的影響是27% 那這個加起來就是37% 這個加這個就是37% 好 所以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iv跟他的影響是這個 我們就看他有沒有顯著 有顯著 然後加上mv之後 他的效果就會從0.411變成0.071 那從有效果變成沒效果 那表示說 這個品牌知名度是關鍵的總結因素 好 以上這個表 看得懂的給我個11 那看不懂的給我個00 這我們已經重複非常多次了 那你應該要很清楚也可以看得到這個表 這個了解的給我個11 好 那 這個一樣 老師請問一下 這個在 這個在 我們在寫論文的時候這個表要 寫到那麼清楚嗎 我說的論文是期刊論文 我們會用另外一個模式來呈現 我們不會把這個全部 我們不會用這個表來呈現 那我們會用整理出來就是期刊 那個期刊他比較慣用的表格 那基本上數據都是一樣都是這些數據 那這個貢獻性我們一般比較不放 有一些會放 你用這個表直接放也可以 但是我們會用 因為在期刊裡面就盡量越減省越好 對 越減省越好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有幾個範例來給大家看它是怎麼放的 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方法 好 好 就是依照這個期刊 所以你看像這個是其中一篇期刊的方法 它就一二三四個模式嘛 我們剛剛不是講 Step 1 1 2 3 4 就剛好是 Baron Kenney 的 1 2 3 4 分別是 IV 乘 DB MV DB IV 中介之後的 還有這個 這一個 IV 乘 MB 那這裡就是 AAA 這是 IV 乘 DB 然後這個是三個 乘現 那像這個就是一個表 把四個模式全部放進來 那要的是什麼 就是要截距啊 然後 IV 啊 然後 DB 下面就分別是解釋平方 解釋 R² 就是解釋便利量 然後再來就是 F值 顯著性 那所以一個表就可以把剛剛的中途用進來 盡量能夠越減省越好 所以你看到這個就 剛剛的那個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就是 0.411 對不對 那它的 B 值是 0.316 然後被控制住之後 它就變成這個 就沒有效果了 所以我們就說它是有中介 所以我們關注的事情是 老師請問一下 請說 就是這個表整理出來 它是用 像剛才那個跑 回歸它是跑一次回歸就可以 出現這四個模式 還是說它要分很多 刺口這樣 要分兩 最少要分三次 你看喔 我們第一次 這兩個數值啊 這一個 這一個模式是不是 DV 這個是 IV 對不對 這是第一層 然後再來放第二層 就是 MV 所以它出來只有兩個 就是 第一個就是 IV 對 DV 然後再來就是 IV 加上 MV 對 DV 好這個是可以同一個回歸是跑的 那可是呢 這個是 這個是同一個回歸是 就是這一個加上這一個 這個是可以一起跑 可是你這一個你就不行啊 因為你單純對它 你就必須要把第一層就要放上 MV 第一層就要放 MV 所以這個要自己跑一次 那再來呢 這個是不同的變 這個是不同的 E 變數 它的 MV是 E 變數是 MV 所以你必須要再跑一次 所以這裡要跑第一次 這裡要跑第一次 然後這裡要跑第二次 然後這裡要跑三次 所以你的回歸是最少要跑三個回歸 其實跑這個都差不多啦 老師那再請問一下 就是如果我不放第一層 甚至不要放第二層的話 我連續跑三次這樣可以嗎 還是說一定要第一層第二層都要放 也可以 但是這裡面就技巧就要很複雜了 因為你如果放第一層 你放第一層是這個啊 那你放第二層上去它是累加 因為它用的是輸入法 它用的是 ENTER 那有一個模式可不可以這樣有 可以 但是那個操作上比較複雜 就是你第一層一樣放這個 IV 那你在這裡面第二層的時候呢 你就放 你在這邊要用一個 STEPWISE 要用一個逐步 那逐步的話就有一個狀況就是 第一層如果效果不夠的話 那它就會被刪掉 所以就會變單純剩下 它對它 可是你要第一層要效果不夠啊 你要再放第三層 再放一個 STEPWISE 再放一個輸入 去確保這兩個是有的 可是很複雜啦 如果你要這樣做就很複雜 那你就多按兩下就很簡單啊 對 就不需要你再去用很複雜 而且那個會有風險 就是它的效果要完全不夠 它才會排除掉 因為它是自動去算它的排除 或者是用 或者是用 Forward 那就比較複雜一點 對 這樣子你要講 我直接操作一次給你看 它的複雜性會是什麼 就是 這已經是最簡單的模式了 你如果 你如果要同一個模式跑 那就很複雜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例如 呃 我們來看這個工作行為角色的 呃 幾個變數好了 我如果來看自我效能的改變 然後會受到這個工作行為 我們先看這三個好了 好 那如果是這個是 這個是DV 那這個是MV 好 應該是滿意度工作行為 是這個好了 如果這個是 績效 這個是DV 這個是DV 這個是MV好了 這個是IV 這個是DV 這個比較合理 自我效能會影響工作績 所以如果是這個是IV 這個是MV 那這個是DV 這個角色 他會 他會影響 終界他們之間的關係 好 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必須要跑 自我效能對DV的影響 然後還要跑DV對MV的影響 然後還要跑MV對他的影響 還有他對他控制 所以正常的跑法是這樣子 違規線性 好 我們先看 呃 這個DV就是績效 就這個嘛 好 那IV呢 就是我們的自我效能 這是IV 那第二層呢 就是加上工作行為改變 好 工作角色行為改變 這個是我們的 呃 1跟3 好 那按確定 然後再來呢 就要跑 兩個 就是再回歸 然後再按一次 那這時候呢 我們D層我們就不要 就只放MV的 好 那就只有這一層而已 好 那你這個你放 因為你D層已經空了嘛 好 所以不然你就重用也可以 好 然後我們來看這一層 好 然後這個是 這樣子 就只有一個嘛 好 然後就是MV對DV 然後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要放第三個再按一次 就是要把MV當成E變數 然後把這個自我效能IV放成自變數 好這是標準的做三次 那這三次出來就會有這個結果 三次出來的結果就是 你就會看到這個結果就是 第一個IV對DV的影響有沒有 自我效能對它就是這個 它有達到顯著 好那控制住之後呢 它從0.277變成0.195 好那這裡兩個都還是有顯著 所以我們要測它是不是有部分中介 好我們就說它有減少所以有部分中介 但是我們就要用SOFIA來確認 這兩個效果是不是有明確的減少 減少的關係是不是有達到顯著 所以就必須要SOFIA減定 那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的這個係數關係就是 呃 績效對工作行為的改變 那這個就是 IV對上MV 那我們說IV對MV也有效果 那這個第三個就是 呃 MV對DV MV對DV 這工作行為對上績效 好那它是沒有很明顯的改變 所以這個來當中介效果一定是不好 它還是有顯著 但是效果也不好 那如果你說你一次要跑有沒有可能 有 當然也是可以 我們一樣先從第一個DV 先放這個工作績效的改變 好那IV是自我效能 那第二層呢就是工作角色行為 可是你在這裡你變成必須要透過足部 或者是移除法 然後這邊還要再放一次 對 然後再按輸入 那這裡面 才跑出來 但這個我們也不確定它是不是會有 你看這個 第一層 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 那結果出來還是跟我們跑的是一樣 因為它 基本上第二個已經被排除掉了 也就是說Stabilize它是有顯著才放 沒顯著它就不放 好以上的操作模式了解的給我一個22 不了解的給我一個33 所以我建議你就是照這四個去跑就好 你就沒有風險 因為這是都是控制住之後的 好 不會很複雜啊 就跑四次啊 因為你們沒有跑啊 你們 你們沒有跑 好 那這個數據讓你們跑一下好不好 來給各位跑一下 因為你如果跑完這四個 你就 我們先來設一個 先來設一個給大家跑一次好了 我看一下喔 那 我來給大家跑一個 跑一個 找一個叫空白的頁 好 這個好了 來請各位跑 幫我跑一個 看一下有哪些數據可以跑 一樣四個 我們來跑 跑 這個 體驗學習 體驗學習 對工作績效 然後 自我效能不強 所以 體驗工作績效當一變數 然後 那 正向心理 當成終界變數好了 好 正向心理當終界變數 所以 體驗學習當一變數 自變數 好 這個是 體驗 哪裡 為什麼 滑鼠一直跑 啊 滑鼠太爛了 好 這一個是體驗學習 然後 這個是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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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一個呢 是正向心理 好 這樣子了解 來請各位跑一下 用我們今天的數據 你跑一下 這三個之間的關係 給大家五分鐘 好不好 你練習一下你就會知道了 OK 來開始 好 那當然 對各位來講 你要能夠匯這才是關鍵 所以我們就花比較多的時間在 讓同學一定要匯這一些東西 那上次最後講 Sovail檢定 Sovail檢定就是 兩層的這個 這個 這個值啊 它能夠 確保 這兩個是有所謂的差異的 好 這個是 Sovail檢定的 模式 所以我們是檢測這兩個關係 那另外還有一個叫 Fissure D檢定 那Fissure D檢定的這一個呢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做這樣的 那 Fissure D檢定 就是 去檢測兩個之間的差異 也是說 我去檢測C 這個關係跟這個關係 那跟Sovail的關係 是有點像的 所以如果Sovail你沒辦法做 你就做Fissure D檢定 你先知道 這個Fissure D檢定就好了 到時候我們 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先把調節做完 好 所以Sovail的檢定模式 就是我們上次看的網站裡面 你就直接輸入這個的係數 然後標準物 這個的係數標準物 那它就會跑出 這個Sovail值 好 Sovail值還知道的 給我一個66 好吧 那不知道的給我一個00 那基本概念就是 檢測這兩個差異 我們知道概念就好了 好 好 上次我們就有練習過嘛 Sovail做出來就是 這個結果這樣子 那這兩個 這有兩個關係 然後 那記得Sovail值 在這裡要放B值 Sovail值要放B值 然後跟 它的標準物 所以Sovail放B值跟標準物 就是放這個 像這個 如果是這個放的話 那我們就要放 這個 還有不是這個係數 是要放 單純MV對IV的這個係數 就是MV對DV的 MV對DV的 不是這一層 這叫MV對DV的 然後還有標準物在這裡 只要輸入這兩個數字就好 好 那 給大家練習一下好了 我們剛剛的那個模式啊 我們剛剛的 做完的那個 然後請你把Sovail的值 把它貼出來 把它貼在你的筆記裡面 就是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做了 這個 這個模式就是 這個叫做 績效 好 一樣 用這個 工作績效當異變數嘛 然後 呃 自我效能當DIV嘛 然後 還有一個MV叫做 呃 正向心理 好 剛剛有一個MV叫正向心理 我們用這個來 來做好了 好 我們剛剛是給大家練習的是 這個 好 體驗學習對績效嘛 好 請你給我這個的Sovail檢定 好 會嗎 來 給我這個Sovail值 來 請 開始 五分鐘 這兩個的Sovail值喔 那有問題的 可以 舉手 直接開麥克風 蠻簡單的喔 就是交互作用項而已 就是 差別在交互作用項而已 來老爹 分享你的螢幕吧 OK 老師 嗯 可以再講一次 IV DV跟MV 是哪三個吧 哦 好 IV是自我效能 好 IV是自我效能 好 然後正向心理改變是MV 然後績效是DV 像這種的理論背景你們都要比較 要比較了解一點 然後就是知道你到底要跑什麼 你才會做分析這樣 好 老爹來 先做標準化 先按 先按分析 對 先按分析 我 沒有啊 我做好了 這一個 老師你看 我轉過給 欸 看一下 這一個 沒有啊 你交互作用項呢 你沒有做交互作用啊 哦 再來 那你要按分析回歸 對 那可能系數統計 這邊我是做錯了 你有你有做標準化的那個標準化嗎 系數系統計這邊嗎 對 你有你有做了嗎 我做的是這樣 沒有啊 你沒有存成標準化啊 將 將標準化存成變數 左下方有個打勾 左下方有個勾 將標準化存成變數 左下方 下面 下面下面 對 對 這個打勾 按確定 然後去按計算 再按轉換 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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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變數 好 然後目標變數 打Z 目標變數上面那裡 要打 用打的 Z 自 自 自我 要用打的 要用打的 那個要用打字的 要打字喔 對 然後乘以 這我就可以了 乘以 用X 然後Z 正心 然後右邊的再點一下數值表數4 對 點一下右邊 然後拉到最下面 有沒有 正向心理 對 Z的那個 對拉過去 然後乘以 乘 乘在下面那裡 對上面那個 乘 不是 你不能用X 你要用乘 對 上面的 然後下面的自我效能 對這個 拉過去 按確定 然後再按分析 然後回歸 然後線性 然後再加上這個 再加最下面那一個 拉到最下面 不是 這拉到最下面 對 變速拉到最下面 對 把那個交互作用的那個 交互作用的那個 把它丟過去 這一個 對 對 對 丟過去 好 按確定就好了 好 這邊三個是對的 對對對 這三個是對的 好 這樣子 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 係數那裡 最下面的係數 那你的係數應該會跟我一樣 0.11 吧 最下面 謝謝老師 這樣講 好 所以 關鍵喔 就在於 好做完的給我一個66 好不好 來做完的給我一個66 它其實就兩個步驟而已 就是交互作用項 然後丟過去這樣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要畫圖 因為這個是大家的作業 可以嗎 師姐OK嗎 宜德 文和 可以我做完了 好 文和呢 我跟不太上 我回去 我待會再看影片 我現在跟不太上 好 就重點就是這個交互作用項而已 就是這個交互作用 兩個交互作用的這個利 那別忘了 你看這個回歸式是這樣 它這個是要原始的 你這裡不要放 例子喔 只有在交互作用 我們才會轉換成例子而已喔 那很多人 他其實是不轉換 標準化系數的 結果會不會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其實 基本上落差不太大 好 那 如果我們不用 不要做 例分數的 就是不做標準化的 那一樣 我們把這兩個丟進來 那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但比較科學一點是應該要做 例分數 像你看這個是不做例分數的 那我一樣把它丟過來 做回歸 其實它就兩個步驟而已 然後把這個放 這個沒有標準化的 正確的做法是要標準化 好 那你看結果是比較強一點 就是剛剛是0.11 這個是0.56 它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你就看你自己狀況是怎麼樣 尤其其看它可以接受不標準化的 對 因為標準化不見得 標準化是比較科學一點 就是我們去排除掉 所謂的 他們之間因為尺度不同的一個影響 因為這兩個交互作用 我們要尺度是相同 這樣子才會比較客觀一點 好 所以 這樣子的回歸是 了解的給我一個55 好不好 那不了解的給我一個00 來 那最後我們要來做畫圖 好 那這個 這個出來之後 我看 因為它這個沒有顯著 所以圖畫起來不會很明顯 來請到 這個 我們上禮拜的有一個回歸圖 請到Troncast裡面 Troncast裡面的 上禮拜的5月 應該是4月的 4月的這個 5月2號的 調節圖公式 好 請大家點進調節圖公式 然後 這裡有一個調節圖公式 請你下載下來這裡 SELL 好 這個 這個圖公式請你下載下來 好 下載下來之後把它打開 好 這個公式是我在博士班的時候 我就發現 感覺 每個要畫圖都 不容易畫 後來我就自己設一個公式 這是我 我寫的一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其實 概念是還蠻簡單的 開始錄 好 作業是 把 工作績 績效 改變 當成 異變數 然後B0 加上B1的工作條式 在這裡 然後正向心理改變 在這裡 那兩個交互作用項在這邊 那把B值 Beta值 T值 跟顯著性把它列出來 R平方 F值顯著性 然後交互作用圖在下面 請你把它做出來 然後上傳上來 好 以上是今天的內容 來請做一個簡單的回饋 來老爹先 哦 真是太佩服老師了 如果說 那種私培有在教什麼 那個 是 那個 私信教學的話 真的是 太感謝老師 能夠 讓我還 本來完全 就還沒辦法 不只沒辦法消化 可能還沒辦法去跟進的話 那今天 哎 終於 老師來啦 哎 可以努力一下可以知道 老師在上傳 謝謝老師 嗯 OK好 其實不困難啦 真的真的不困難 好不好 就是你 因為它的模式蠻簡單的 所以我們會先讓你知道這個模式 然後你再 你在 再能夠自己操作 操作完你就能夠理解 那你就能夠應用這樣 好 好 謝謝 來 詩潔 基本上 應該都看得懂啊 就是有時候需要一點講解 我覺得有圖真的是幫助蠻大的 看完圖就差不多知道 就是 老師在講什麼 OK 然後 老師我想問最後那個作業圖是要用Esser畫嗎 就是老師最後 對你就把那個 Esser那個截圖上來就可以了 貼上來就可以了 你要用那個Esser畫 OK 好 然後我們開放到下禮拜 希望大家能夠盡快完成 好不好 5分 好 作業5分 來 那溫和 有點開始 覺得有點吃力 我盡量跟我 我會再看一下影片 OK 好 那筆記跟影片對你來講有幫助嗎 有 我剛才有做筆記 我待會再消化一下 好 OK 了解 好 那你的 那大部分都還行 那 副總的地方我再和師傑討論一下好了 OK 好 重點要是能夠自己應用 好 David 這樣看得懂嗎 David還在嗎 謝謝老師 大概多少有一點了解 OK 謝謝 賴董行著嗎 休息了 好 OK 那 呃 今天我們大概就到這邊 然後請大家就是盡量能夠跟上 因為接下來的如果沒有這個基礎 我們進入到Armos 跟進入到這個HLM 你就會相對比較辛苦一點 那都不困難 只要操作過就好了 我們都沒有講計算 但是一步一步的來 你就會發現 嗯 總算研究裡面還是有一點專業的 其實教育研究不是 不是我們 就是都在分享你的經驗啦 其實更多的是 更科學的內容這樣子 所以 也希望各位 能夠從科學的角度去 做一些研究 因為這才是碩士所謂的研究生 應該要扮演的角色這樣子 好 以上 今天的課程 我會把影片傳上去 下課 拜拜